大家好,欢迎来到幸福敲门,今天来给大家分享这样一个故事,最后一遍检查完实验室,锁上门准备回宿舍的时候,我的手机响了起来,我拿出来一看,心头微动,按下了接听。 念青?在干嘛呀?打电话来的是苏欣,我高中时期的同桌兼最好的朋友。我刚从实验室出来,我边跟他说着,边朝楼梯口走去。现在已是晚上十点,整栋楼基本上没人了,显得格外安静。苏欣的情绪有些低落,声音听起来闷闷的,哎,感觉你们都好忙,就我很闲一样。 大小姐,你想想,我一清纯靓丽的软妹子,竟然在大学里读物理专业,过得比高三还辛苦,真不知道田志愿时我怎么就想不开了。我故意夸张地逗她。扑吃,果然,苏欣被我逗笑了。 从我认识她第一天起,她就是那种温柔单纯的小女生,说话总是轻轻柔柔,笑点特别低。 那好吧,看你这么辛苦的份上,我就不跟你计较了。 谢谢苏大小姐,您大人有大量。 说着闹着,我们俩都笑了,就像高中时期一样。 跟谁打电话呢? 笑得这么开心,刚刚打你手机,一直提示正在通话中。 突然,一道我熟悉的不能再熟悉的声音,毫无预警地从电话那头传过来,语气不耐中又带着一丝温柔,在此刻安静又空旷的楼道里,分外清晰。 我不自觉地胸口一致,是他,沈时初,苏欣的男朋友,也是与我从小一起长大的,青梅竹马。 青梅竹马这个词,多少带了几分暧昧的意味,或许用林家哥哥来称呼,更符合他心中的定义吧。 我苦涩地想,从亲眼目睹他们火热亲吻的那一刻起,我就知道我有多么可笑。 时初,你怎么来了? 苏欣的语气顿时充满了欣喜,我跟念青在打电话,好久没见了,你要不要跟他说几句? 听到这句话,我像是被突然按下暂停键一般,立刻顿住了脚步,僵直地停在原地。 算起来,我跟沈时初也有将近四个月没见过了。 自从高考结束后,除了那天我填完志愿,跟他匆匆打了个照面外,我就再没见过他了。 甚至,就连我和他微信上最近的一次聊天记录,也是定格在四个月前。 原来,我们竟已这么久没有联系过了。 这还是我们相识这么多年来,第一次出现这种情况。 想到这,我不禁凭住呼吸,指尖微微用力,攥紧了手中的书本。 但电话那头却瞬间安静了。 随即,又隐约听到有说话声,好似两人在交谈,可惜听得并不真切。 那好吧,过了一会儿,苏欣的声音隔着手机再次响起,带着一丝歉意。 念清,不好意思啊,时初他刚下晚自习,他等下还有事,就不跟你说了,那我们下次再聊。 好,我也快到宿舍了,先不说了。 我毫不犹豫地挂断了电话。 几乎在苏欣开口的瞬间,我就断定,沈时初不想跟我说话。 多年的陪伴和默契,让我太了解沈时初的脾性了。 当他生气时,就算你使出浑身解数,他也绝不会开口说一个字。 就像小时候,我把他最喜欢的玩具弄坏了,哪怕我重新买了一个崭新的赔给他,还把自己所有的玩具补偿给他,他也不理我,急得我都快哭了。 最后,是他自己气消了,才愿意搭理我。 那以后,我就很注意,尽量不去触碰他的底线,因此这么多年来,我们相处得倒也相安无事。 可这次,他为什么生我的气,这么久都不理我? 听到身后有脚步声响起,原来还有人比我晚走。 或许是这突如其来的声音让我恢复了清醒,我长须一口气,快步朝宿舍走去。 明明一天下来,身体已经疲惫至极,但我还是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 我的心情,终究还是被这通电话影响了。 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因为沈时初。 我拿起手机,手指不受控制地,点开了我与沈时初的聊天界面。 聊天记录停留在七月份的晚上,绿色的对话框刺眼地提示着,最后一条信息是由我发出的,听说你和苏欣在一起了,恭喜啊,很般配。 然而,这条信息发出之后,如同石沉大海一般,迟迟没有回应。 我甚至一度让怀疑,是不是这个微信号它不用了,更换了新的没告诉我。 但很快,这个一律就打消了。 因为苏欣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的那天,特意拍照发了一条朋友圈,而在那条朋友圈下面,我清楚地看到了沈时初在第一时间秒赞。 我将照片点开放大,录取通知书是T大的。 据我所知,沈时初已经被大录取了,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两所学校应该是在同一座城市,仅有数公里之隔。 他们俩,真是情意绵绵,寸步不离啊。 所以,沈时初并没有换新号码,他只是不想回我信息而已。 从未想过,以前天天在一起上下学,彼此熟忍的我们,有一天竟会变得如此生疏。 我至今还记得,发这条信息祝福他时,内心的酸涩与苦楚。 那是高考完的晚上,我准备向沈时初表白。 却意外地撞见了他和苏欣在接吻。 那天晚上,班里组织大家去KTV唱歌。 当我赶到包厢的时候,沈时初却不在,其他人说他接了个电话就出去了。 我立刻出门找他,可惜找了一圈都没有看到沈时初。 正当我失望地准备返回包厢,另外在找机会表白的时候,我听到了一声骄银。 明明周围全是震耳欲聋的音乐声,可我还是清楚地听到了。 那声音是如此熟悉,鬼使神差的,我缓缓推开了旁边小包间的门。 我终于看到,我找了很久的沈时初,此刻正动情地抱着我最好的朋友苏欣,在墙角处温柔的亲吻。 苏欣在他怀中脸颊飞红,双眸威和,羞涩地回应着他的热情。 那声骄银正是从苏欣嘴中溢出。 认识沈时初始两年,我竟不知道他还有如此温柔的一面。 我心痛得几乎难以自意,整个人都快站不稳,明明是六月天了,可我却只觉得冰冷彻骨。 本以为,我与沈时初是双向奔赴的心意相通,可就在我满心欢喜准备向他表白时,看到了这一幕。 原来,这一切都是我自作多情的意想,他从未喜欢过我。 他喜欢的,是我最好的朋友,苏欣。 一个是我暗恋多年的男孩,一个是我最好的朋友。 两人正沉溺在彼此的热情迷离中,对周围的一切浑然不绝。 不敢再多看一秒,害怕我会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最终还是默默地替他们关上了包厢的门。 这一幕对我的冲击太大,我落荒而逃。 当晚苏欣就给我打了电话,语气难掩激动幸福。 念青,我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时初今天晚上跟我表白了,我们在一起了。 我强忍着心中的难过,是吗? 恭喜你们,男才女貌。 实在无力分享她的喜悦,我寥寥说了几句,就借口挂断了电话。 第二天一大早,我坐车去了外婆家。 我想一个人静一静,整理好自己的情绪,在没有他们的地方。 再见到沈时初,是半个多月后填报志愿。 为了避开他们,那天我特意早早去了学校,却没想到快走的时候,还是碰到沈时初和苏欣有说有笑地一起来了。 尽管心里早有准备,但真正看到他们初双入对,我的心还是刺痛了。 苏欣看到我很开心,念青,恭喜你啊,考得不错。 我点了点头,看向他们,却发现沈时初左脸颊上有淡淡的淤青,不过颜色已经很浅了。 谢谢,你们也考得不错。 不知为何,沈时初看我的眼神带着点冷漠,怎么,终于舍得出现了。 我尴尬地笑了笑,我已经填完了,还有点事就先走了。 走的时候,我明显感觉到,背后沈时初的视线一直看着我。 录取结果很快就出来了,我被C大物理系录取了,学校地点是在北方。 沈时初立刻给我发了信息,你要去C大? 是的,我的指尖顿了顿。 距离那天晚上已过去将近一个月,无论如何,我还是忠心祝福他的, 极力忍住内心的苦涩,听说你和苏欣在一起了,恭喜啊,很般配。 但发出之后,直到今天也没有收到沈时初的回复。 我微微叹了口气,关掉了我和沈时初的聊天界面,看到朋友圈有更新提示, 点进去一看,是苏欣十分钟前发的,如果哪天我胖了,那某人一定要负全责。 还精心配了几张美食照和笑脸自拍。 是啊,他们在朋友圈里幸福地吃着夜宵,而我在这里胡思乱想彻夜难免。 成年轻,你在犯什么傻呢? 我做了一个冗长的梦,在梦中,我们仿佛又回到了过去。 沈时初和我从小一起长大,他处处让着我,迁就我。 毫无疑问,沈时初长了一张极好看的脸,加上学习优秀,让他走到哪里,都是女生关注的焦点。 从初中起,就不断有女生给他递情书,但他从来都是礼貌又疏离地拒绝。 我以为,我在沈时初的心中是不一样的。 毕竟这么多年来,他的身边除了我,就没有出现过别的女生。 直到高一下学期,苏欣转入我们班。 苏欣长得很美,是那种温婉咸静的美,说话总是轻言细语,一双眼睛温柔似水,让人忍不住怜惜。 当时班上在分学习小组,苏欣因为理科成绩差,老师把我们俩分为了一个组,就这样,他成了我的同桌。 我们很快就成为好朋友。 有一次临近月考,我突然发起了烧,不得不回家休息,于是我请沈时初帮忙,让他替我辅导苏心。 但万万没想到,那会成为我人生迄今为止,最后悔的一个决定。 也正是从那次帮忙开始,他们二人开始真正熟络起来。 高一结束后文理分科,沈时初和我都选择了理科,苏欣去了文科班。 之后的日子,我与沈时初依旧一起上下学,一起做题,我们会互相分享最近发生的事情。 我的暗恋也在这青春时光里,安静地迅速生长,愈发深厚。 那天,我想起好久没有见到苏欣了,在吃完午饭后,我买了一杯奶茶给他带去。 然而,我刚走到他们教室门口,就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是沈时初。 应该是在给苏欣讲题,沈时初用笔在纸上写滑着,两人离得比较近,看起来有点亲密。 我恍惚了一下,什么时候开始,他们两人如此熟忍了?苏欣抬头看到了我,连忙招手,念青,你来了。 下一秒,沈时初也看到了我,眼神里带着点意外,似乎没想到我会出现。 我略带尴尬地走了过去,将手中的奶茶递给他,我是不是打扰到你们了? 没有啊,苏欣开心地接过去,用充满崇拜的口吻说道,念青,时初真是太厉害了,再难得数学题被他一说,都会变得很简单。 时初,已经叫得这么亲热了吗? 而我对沈时初,从来都是直呼其名。 那天晚上,我们一起回家的时候,我壮丝无意地问沈时初,他中午为什么会在苏欣那里,但眼睛却不敢看向他。 沈时初一愣,无奈地说道,中午在食堂吃饭碰到他了,他说有个问题不懂想请教下,我看他是你的好朋友,就答应了。 听了沈时初的话,我悬了一个下午和晚上的心,终于落回了肚子里,甚至感受到了一丝甜蜜。 原来因为他是我的朋友,沈时初才会去的。 但如果当时,我能勇敢地抬头看向沈时初,就会发现,他提起苏欣的时候,眼里的温柔是骗不了人的。 早晨被闹钟吵醒时,我感觉头痛欲裂。 昨晚,迷迷糊糊睡过去,又做了很久的梦,现在浑身都没什么劲。 想到今天上午还得去一趟实验室,我挣扎着从床上起来了。 走到实验室门口,我正要刷卡进去,却发现怎么都找不到门卡。 不对啊,明明昨天都用了,晚上走的时候我也记得拿上了的。 我喃喃自语,正在我焦头烂额翻找的时候,低,一只修长的手从旁边伸过来,刷开了实验室的门。 我偏过头,视线中出现了一张英俊年轻的陌生脸庞,他嘴角微微上扬,擒着淡淡笑意望着我。 他看起来没比我大多少,以前没有见到过,应该也是我们院的学生吧。 想到我刚刚的迥态应该被他看到了,我顿觉尴尬,谢谢学长,我的卡可能忘带了。 说完赶紧转身,推开实验室的门进去。 我把背包放到储物柜里收好,坐下来翻看昨晚的数据,余光撇到他还站在门口没走。 成年轻,一道磁性低沉的声音喊出了我的名字。 他在叫我,我疑惑地看向他,是我,请问你是? 他拿着门卡的手朝我晃了晃,这卡上面写着你的名字,昨天晚上我在你们实验室门口捡到的。 哦,我连忙起身朝门口走去,接过他手中的卡,非常感谢学长,幸好被你捡到了。 应该是昨晚锁门的时候,接苏欣电话不小心掉的。 那学妹准备怎么谢我? 她饶有兴慰地问道。 嗯,我一时语色,但还是客套地问道,那我请学长吃饭或者喝奶茶。 可以,他回答得很爽快,但我今天还有点事情,只能改天了,我加下你的微信,等空了联系你。 加了微信后,他就先离开了,我一个人坐在空档的实验室里。 叮,微信的消息提示,我打开一看,顾瑜。 原来,他叫顾瑜。 想了想,我也敲下了一行字发过去,顾学长好,我是物理学三班的成年轻。 随后放下手机,开始专心记录数据。 中午吃完饭回到宿舍,室友宁宁看到我马上跑了过来。 整个物理系的女生都屈之可数,我们班就我们两个。 念青,你听说了吗? 教我们的王教授,说到国外参加一个项目去了,现在学院临时安排了一个老师代课。 是吗? 我不知道,反正不管谁上课都一样。 那也是,宁宁点了点头,不过之前王教授那么严格,也不知道这个新老师会怎么样。 我没忍住打了一个喷嚏,看来昨晚睡觉着凉了。 宁宁一脸关心地看着我,念青,你没事吧? 你的脸色不太好。 没事,我朝他摆了摆手,我睡个午觉,下午的课记得喊我。 下午的专业课,才进教室坐下来,我就感觉脑袋有点昏昏沉沉。 看来,昨晚那通电话的威力还真不小,我自嘲地响。 上课铃声响起,教室瞬间安静了,我低头从背包中拿出书和笔。 突然,周围有一股小骚动,宁宁摇晃着我的手,小声激动地说, 快看啊,念青,这个新来的老师太帅了。 我撑起沉重的眼皮朝讲台上看去,却在下一秒瞬间清醒了。 是他,我在实验室里遇到的那个人,顾瑜。 他神色自若地站在讲台中间,朝下面环顾一圈, 是现在看到我的时候,停顿了一下,勾了勾唇脚,挪开了目光,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代课老师,王教授去国外参加一个项目, 接下来这门课程由我负责,我叫顾瑜。 原来,他根本不是什么学长,而是新来的老师。 我尴尬地不好意思抬头,这还是我上大学以来, 第一次出现这样的乌龙,以至于接下来的课, 我心不在焉。 晚上回到宿舍,我心里依然坠坠不安, 还是给顾瑜发了一条信息。 顾老师,非常抱歉,上午在实验室误将您以为是我们学院的学长, 还望您不要介意。 顾瑜很快回了信息,简单的两个字,没事。 谢谢顾老师。 正当我松了一口气的时候,又收到了他的信息, 我记得还有一顿饭,什么时候有空。 刚放下的心瞬间又提紧了,当时以为他是学长,才客套的。 我陷入纠结,看着手机不知如何回复。 饭我已经吃了,给我买杯奶茶就行, 我一个人在实验室。 幸好幸好,我马上问道, 好的,您要什么味道,都可以。 等我拿着奶茶到实验室时,看到他正专注地盯着眼前的仪器, 双手挖撒着,似乎正在沉思。 轻轻地敲了敲门,顾老师。 他看到我来了,冲我点点头。 我有点不自在地走过去, 凶难地说道,顾老师,这是给您的奶茶, 谢谢您捡到了我的卡, 还有不好意思,我认错人了。 顾于清笑了一声, 小事而已,我还要谢谢你的奶茶。 我静默不知道该说什么, 只听到他低沉好听的嗓音再次响起。 以前我也在这个实验室里待了三年, 留下了很多回忆。 成年轻,顾于转头看向我, 墨色的眼眸在灯光下显得格外深邃。 我很好奇,你为什么会学物理呢? 很少会有女孩子选这个专业。 因为热爱,或许是此刻受到她的感染。 我不禁脱口而出,有一句话说, 我们的目标是星辰大海, 对我来说,物理就是我想探索的星辰大海。 好好加油,这门学科很难, 但也有你想不到的乐趣。 随后她抬起手看了看表, 站了起来,走吧,不早了, 我送你回去。 我连忙摇头,不用不用, 顾老师,我自己回去就行了。 顾于脚步微顿, 静静地看了我两秒, 那好,注意安全, 到了宿舍给我发个信息。 好的,顾老师再见。 等我到宿舍的时候, 宁宁已经从自习室回来了, 她兴奋地凑到过来。 念青,你知道新来的顾老师有多厉害吗? 现在整个院都轰动了, 她以前是王教授的得意门生, 创造了我们学院的传说, 大四那年直接被保送到美国深造。 突然想起, 我刚进大学的时候, 听学院老师讲过一个优秀, 学长的事迹, 好像就是姓顾, 看来就是她了。 我有种感叹道, 厉害, 这才是真正的学霸。 关键是她才二十五岁, 真是年轻有为, 宁宁叹了一口气, 失望地说道, 不过听说她只待课这两个月, 好可惜呀, 下学期就看不到这么帅的老师了。 只有这两个月, 我疑惑地问她, 对呀, 她本来就不是我们学校的老师, 听说最近才回国, 恰好赶上王教授要去国外参加项目, 就把她喊过来代课了。 原来如此。 丁, 我的手机响了一下, 拿出来一看, 是顾余, 到宿舍了吗? 我反应过来, 回来后只顾着跟宁宁聊天去了, 把这个事忘了, 赶紧回复她, 已经到了, 谢谢顾老师关心。 她发来一个K的手势, 没再说话了。 没想到, 我还是没扛住, 彻底感冒了。 在课堂上, 我接连打了好几个喷嚏, 只能一边用纸巾醒着鼻子, 一边听课做笔记。 终于熬到了下课, 我收拾好东西, 准备买点药回去休息。 拿起手机, 看到微信有两条消息通知, 我看你感冒了, 买了点感冒药, 放在你们一楼宿馆阿姨那里, 回去的时候记得去取。 吃了药好好睡一觉, 如果明天还不舒服, 可以请假。 是顾余发的, 时间是四点多。 今天下午有两堂课, 它是第一节, 我以为她上完课就走了, 原来她注意到了, 心里感觉到一丝莫名的温暖, 我回复她, 谢谢顾老师关心, 我把感冒药的钱转给您吧。 不用了, 我也有责任, 如果昨晚没让你来实验室, 也许就不会感冒, 回去好好休息。 顾余很快回了过来, 而我也确实不舒服, 就没再推辞了。 晚上吃了药, 我就早早地睡了, 这一觉睡得格外安稳踏实, 第二天醒来时一身轻松, 感冒已经好得差不多了。 不得不承认, 顾余虽然年轻, 但专业能力很强, 讲课水平不在王教授之下, 因此深受大家敬佩。 时间过得很快, 那天上完课后, 顾余站在讲台上跟大家道别, 今天是我给大家上的最后一堂课, 跟你们相处的这两个月很难吗? 大家期末考试加油。 我们听了心里都很不舍, 但还是向他鼓掌致谢。 就在我全力投入期末考试的时候, 又接到了苏欣的电话, 念青, 你们放假了吗? 快了, 我们这周考试完就放假了。 我边翻书边回答他, 我跟时初都放假了, 我们明天就可以到家了。 大概是要回家了, 苏欣显得很兴奋, 那你回来之后我们约啊。 我握笔的手紧了紧, 好, 回家见。 期末考试很快到来, 下午考完后, 我回宿舍整理东西, 准备明天一早坐高铁回家。 宁宁是本地人, 考试结束就回家了, 宿舍就剩我一个人。 晚上我收拾东西的时候, 却收到了顾瑜的信息。 什么时候回去? 不知道为什么, 看到他这句话, 我的心跳开始加快, 想了想, 指尖微抖地打下一行字, 明天上午九点的高铁回家。 但这次发出之后, 顾瑜没有马上回复。 意识到在等他的信息后, 我心中一惊, 像扔掉烫手山芋一般, 把手机扔得远远的, 继续整理行李。 等我把一切搞完, 躺在床上再次看手机时, 发现在一个小时前, 顾瑜回了信息过来。 好, 回家注意安全。 正正地看着这几个字, 我在心里默默松了一口气, 起伏了一个晚上的异样情绪, 终于平复。 嗯嗯, 谢谢顾老师。 到家后的第一天, 苏欣就迫不及待地约我出来。 我们说好在高中学校旁边的一家甜品店里见面, 只是没想到, 等我赶到的时候, 沈时初竟然也在。 苏欣开心地站起来, 给了我一个大大的拥抱, 念青, 我好想你啊。 轻轻回报一下他, 嗯, 我也想你。 我坐下来看向沈时初, 半年不见, 他依旧是那么帅气, 甚至比高中时代更添了一份成熟的气质。 心里泛起点点涟漪, 但我还是微笑着跟他打招呼, 好久不见, 你们都放假比我早。 沈时初淡淡地看着我, 比你早一周到家。 随后顿了顿, 雨带自嘲, 我们学校不比你们哪, 哪有你忙。 四目交会间, 我终于明白了他到底为何生气。 记得那是快高考, 有一次我们聊到考大学, 他兴致高昂地告诉我, 他的梦想是考上大的法律系。 那很棒啊, 为大使国内前三的大学, 法律是他们的王牌专业, 我相信你一定可以的。 沈时初测过头看着我, 脸上的笑容熠熠生辉, 那你呢? 念青, 你想考哪个大学? 我正要开口, 我想去C大物理系, 跟我一起去A大吧。 沈时初打断了我, 伸手揉了揉我的头发, 你这么不会照顾自己, 要是没有我在你身边, 你怎么办? 我一愣, 脸颊却微微发烫, 谁要你照顾啊? 我有手有脚, 是吗? 那是谁喝粥的时候, 糖和盐都分不清楚。 你干嘛老揪着这个不放, 我都说了是我看错了, 反正我才不要去A大, 你不去, 大还想去哪里? 所以, 他是因为我没有跟他一起去, 大, 才生气不理我。 可他的身边, 不是已经有苏欣陪他了吗? 对哦, 念青, 感觉你真的好忙, 每次给你打电话, 都说不了几句。 苏欣略带抱怨地控诉道, 他的话打破了我们之间尴尬的氛围, 我回过神来, 是啊, 忙是忙了点, 但我觉得每天都过得很充实。 反正你的专业, 我是不敢想, 李柯虐死我了。 突然, 苏欣语调一转, 一脸兴慰地看着我, 老实招来, 在大学有没有找男朋友? 不知为何, 在听到这句话后, 我脑海里第一时间闪过的, 竟然是顾虞的脸。 苏欣好奇地盯着我, 怎么了? 念青, 快告诉我们, 是不是找男朋友了? 我有点慌乱地抬眸看他, 实现无意中掠过审时初, 他的脸色看起来有点阴沉。 怎么可能, 你又不是不知道我有多忙? 我连忙摇了摇头, 再说了, 谁会找我们这种理工女当女朋友? 不知是不是我的错觉, 在我说完这句话后, 审时初好像松了一口气。 苏欣却笑得很狡黠, 那可不一定哦, 我们念青长得这么好看, 怎么会没人追, 一定是他们配不上你。 你竟拿我开玩笑, 我作状要打闹他。 好了, 你们别闹了, 东西都摆了这么久, 还一点没动。 审时初说完, 拿过苏欣面前的千层, 细致地给他切了一点地过去。 我看着他熟练的动作正了正。 印象中, 审时初从来都不喜欢甜食, 甚至闻不惯那股甜腻的气味, 就连以前我让他陪我一起去买都不肯。 看来, 爱情真的拥有改变一个人的魔力。 苏欣娇称地看了审时初一眼, 语气里满是甜蜜, 又让我吃, 这半年我感觉我都被你胃胖了。 审时初无所谓地笑了笑, 没有, 一点都不胖。 那我胖了你可不准嫌弃哦。 苏欣欣然地接过窃好的千层, 细嚼慢咽, 审时初贴心地将他的头发捋到一旁。 原来作为男朋友这个角色, 审时初也是无可挑剔的。 我默默地瞥开眼, 不再说话, 埋头吃起眼前的甜品。 晚上, 跟他们分开后, 我一个人走回家。 时隔近半年, 再见到他们, 说心里毫无波澜是不可能的, 只是已远没了当时那种铺天盖地的难过。 从他们在一起的那刻起, 我就清楚地知道, 我对审时初的表白, 永远没有机会说出口了。 这注定只能是一场暗恋, 还未开始便已结束。 他们依旧是我的朋友, 只是我和他们, 再也无法像以前那样亲密。 叮咚, 门铃响起, 我走过去打开, 竟然是审时初。 他站在我家门口, 气息微喘, 额头还负着一层薄薄的汗。 他不是送苏欣回家吗? 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我差一得看着他, 你, 审时初提起手上的袋子递给我, 表情有些不自然, 我看你下午都没怎么吃东西, 刚刚回来的时候, 给你带了些糕点。 我愣证了一下, 垂眸看向他手里的包装盒, 是我最喜欢的山迹糕点。 伸手接了过来, 哦, 谢谢你。 审时初见我家很安静, 抬头看向我身后, 你一个人在家。 我点了点头, 是啊, 我爸妈他们晚上去伯父家了。 话音刚落, 审时初准备进来, 我站在玄关处, 右手稍稍用力握紧了门把手, 急切地说道, 我爸妈应该就要回来了。 审时初推门的动作顿住, 我感觉到他的视线 凝聚在我的头顶, 短暂的沉默过后, 他的声音缓缓响起, 那好, 有问题随时叫我, 我就在家里, 随后转身回了自己家。 我关了门, 失神地看着审时初给我买的糕点, 全都是我喜欢的口味。 以前, 每次我爸妈晚上不在家, 审时初担心我一个人害怕, 都会过来我家陪我。 但现在, 除了一起长大之外, 他还是我闺蜜的男朋友。 我想, 我们的关系已不适合独处了, 保持一定的距离或许对彼此更好。 嗡, 手机的振动声将我的思绪拉回, 我拿起来一看, 是故意打来的。 长呼一口气, 我平复下心情, 接通了电话, 喂, 顾老师。 他温润的声音一如既往, 是我, 你到家了吧? 我下意识地点头, 却发现他看不到。 嗯, 我已经到家了, 谢谢顾老师。 还叫我顾老师? 顾渝的语气含笑, 我记得我现在已经不是你的老师了。 啊? 我有一瞬间没反应过来, 每次顾渝跟我说话, 都会让我有一种招架不住的感觉。 顾渝滴笑了一声, 我还是更喜欢你第一次见到我, 叫我学长。 我的脸刷一下就红了, 心跳骤然加速, 那种异样的情绪又出现了。 我上个星期一直在出差, 你期末考试的时候, 没能及时赶回来。 哦, 他这是在跟我解释什么吗? 所以, 顾渝滴唇的嗓音在这伎凉的夜里响起, 带着蛊惑人心的味道, 你什么时候回学校, 我来接你。 我只听见脑袋里轰的一声, 随即一片空白, 再也无法思考。 我从高铁站出来, 远远地就看到了顾渝, 轻俊挺拔的身形, 站在来往的人群里十分打眼。 那晚的电话之后, 他时不时会给我发信息, 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情愫, 开始在我们之间萦绕。 好几次我忍不住想要问清楚, 却最终还是没有勇气。 顾渝看到了我, 笑着朝我挥挥手, 快步走了过来。 坐了一天的车, 累了吧? 我微微垂着头, 不敢看它, 还好。 顾渝自然地接过我手中的行李箱, 快上车, 先去吃点东西, 我再送你回学校。 坐上副驾驶, 我双手交我来回MASA, 有些不知所措, 车里静谧地能听到彼此的呼吸声。 顾渝见我一直不说话, 偏过头来问我, 怎么了? 我慢吞吞地开口, 顾老师, 顾渝的眉毛微挑。 嗯。 我反应过来, 脸颊又开始发烫, 深吸了一口气, 抬眸看向他, 顾学长, 请问你是想追我吗? 顾渝听了后, 端坐地身体转向副驾驶, 你这么问, 让我很有挫败感啊。 心跳有点加速, 他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是我太失败了吗? 让你到现在才发现, 抱歉, 这是我第一次追女孩子, 可能哪里做得不好, 让你感到了困惑, 顾渝停顿了一下, 黑色的双眸深深地看着我, 认真地说道, 但是, 成年轻, 你没有误会, 我是在追求你。 我的心跳煞时间如肋骨一般, 这一刻仿佛失去了言语能力, 只会傻傻得望着他。 顾渝看到我这呆愣的样子, 滴滴地笑了, 怎么, 我是不是太唐突了? 没有, 我回过神来, 赶紧低下头掩饰自己的紧张, 小声嘀咕了一句, 我只是怕自己又自作多情。 顾渝静静地看了我一会, 开口说道, 据我观察, 你现在应该还没有男朋友, 如果你反感我的话, 那很抱歉打扰到你了。 我连忙摇头, 不不不, 我没有反感你。 顾渝语气上扬, 如同得逞一般。 哦, 那就是允许我追求你的意思咯。 啊, 不是, 我, 我语无伦次不知说什么, 最终懊恼地闭上了嘴。 顾渝唇角勾勒的弧度越来越大。 好了, 那我们现在先去吃饭, 不然你会饿的。 我最终还是红着脸, 点了点头。 回到宿舍后, 我的心情依然没有平静下来。 丁, 是顾渝发来的消息, 到宿舍了吗? 我赶忙回复, 到了。 好。 早点休息。 周末晚上有空的话, 我带你去一个地方。 嗯嗯, 好的。 放下手机, 心里生出一种雀跃的期待。 这段时间以来, 一直被高高提起的心, 此时好像被人轻柔地捧着。 稳稳地放回了原处。 周末晚上, 顾渝开车来接我, 带我去了天文馆。 我疑惑地看着他, 现在是晚上, 应该已经关门了。 顾渝笑而不语, 下了车, 让我跟在他的后面。 走到门口, 顾渝输入一串密码, 门自动开了。 我认识这里的馆长, 之前特意跟他申请了, 允许我们今晚来。 我不解地问他, 可是, 我们晚上来这里干嘛呀? 顾渝看着我, 嗓印温柔低沉, 成念青, 我想带你看一看, 真正的星辰大海。 顾渝静止带着我来到了天文台, 这里摆放着一架专业的天文望远镜, 他先上去调整好, 随后示意我过来看。 我俯身看向目镜, 眼前的景象令我感到无比震撼。 抬头兴奋地冲固于喊道, 我看到了, 凹凸不平的月表, 浪漫的星云, 还有好多好多, 太美了。 顾渝微微一笑, 望向天空, 他的眼里似有星光闪烁。 我很喜欢观察宇宙, 每次看太空, 我都会觉得, 那些让我苦恼的事, 其实都微不足道。 跟浩瀚的宇宙比起来, 我们是如此平凡渺小, 把握当下才是最重要的。 我还是第一次见到他这个样子, 平时的他, 在讲台上沉稳从容, 在实验室严谨认真, 正如所有人看到的那样。 而今晚的他, 是另一面的他, 是从未在别人面前表露过的样子。 不由自主地, 我叫了他的名字, 顾渝。 嗯。 顾渝转过头来, 一瞬不瞬地看着我, 我听到自己的声音, 缓慢而清晰, 我答应你。 在这繁星满天的夜空下, 我清楚地看到, 故于微微一愣, 随后嘴角的笑意越来越浓。 晚上, 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 心潮起伏难平, 一直回想在天文台的那一幕, 到现在脸还是滚烫的。 兴奋又激动, 我还是没忍住发了一条朋友圈, 我想要的, 不只是星辰大海, 还配了一张晚上拍的星云照片, 然后像做了什么坏事一样, 赶紧把头蒙进被子里, 手机扔到一边。 丁, 我忙不迭掀开被子透下气, 果然是顾渝。 不早了, 乖, 快睡觉。 我忍不住嘴角上扬, 好的, 马上睡觉, 晚安了。 又发了一个晚安的表情, 不舍得退出了聊天界面, 我看到朋友圈有新消息提醒, 点开一看, 你拥有的, 不只是星辰大海, 是顾渝, 评论于一分钟之前。 晚了, 我感觉我的脸好像更烫了。 顾渝在谈恋爱这件事上, 跟他精湛的学术一样, 同样优秀地让人叹服, 这是我跟他在一起后, 得出的结论。 这个周末, 我们说好一起去植物园。 我早早地起床出门, 到距离学校一段路的转角处等他。 这是我们约定好的地方。 那晚, 从天文馆回来, 他送我到学校, 我犹豫地对他说, 要不以后送我到前面就行了。 好的。 我惊讶地望着他, 你不问问为什么吗? 顾渝笑了笑, 一副了然于心的样子, 我知道啊, 你怕认识的人看到。 小心思瞬间被戳穿, 我有点不好意思, 那, 你不会生气吧? 顾渝摸了摸我额前的罪法, 一脸宠溺, 怎么会, 我当然知道你的顾虑, 我完全尊重你, 等到你觉得可以的那一天。 我的心里有些动容, 原来他能懂我。 在我等顾渝的时候, 苏欣打来了电话, 现在还不到九点, 又是周末, 一大早有什么事? 喂, 念青, 你起来了吗? 没有打扰到你吧? 苏欣的声音压得比较低, 他那边听起来格外安静。 没有, 我早起来了, 有什么事吗? 我, 我, 那个苏欣戚戚爱爱地 开口。 我有些纳闷, 怎么了? 你到底要说什么? 苏欣似乎是鼓足勇气一般, 言语中带着羞涩。 我, 我跟时初, 我们昨晚, 在外面一起过夜了。 我微微一正, 如果是以前, 听到这句话, 我肯定会难受得无以复加, 但现在, 我的内心已毫无波动。 我淡淡地应了句, 哦, 电话那头, 苏欣顿了一下, 念青, 你, 念青, 正说着, 顾瑜开车到了。 我笑着朝他招了下手, 好, 我就来。 苏欣显然听到了顾瑜的声音, 他疑惑地问道, 念青, 是谁呀? 我看着顾瑜, 他挺好车在路边耐心地等我, 此刻心底一片宁静和坦然, 是我男朋友, 今天我们要出去玩, 他来接我了, 下次再聊。 我们来到植物园, 顾瑜贴心地给我拍了很多照片, 还拍了我们的第一张合照。 顾瑜对照片很满意, 催促我发给他, 我被他逗得哈哈大笑, 一种从未有过的幸福在心中梦。 在我们准备继续观赏的时候, 突然下起了大雨, 等跑到车上时, 我们都淋成了落汤姬。 顾瑜连忙把暖气打开, 拿纸巾给我擦脸。 抱歉, 我明明看天气预报没问题的, 没想到还是下雨了。 看他一脸歉疚的样子, 我宽慰他, 没事, 最近的天气预报就是天气乱暴。 阿倩, 顾瑜见我打了个喷嚏, 眉头紧簇, 这里距离学校要一个小时, 赶回去你肯定地着凉。 先去我家处理下吧, 我在这附近有个公寓, 开过去就二十来分钟。 我擦头发的手顿住, 有些难为情, 这不太好吧。 顾瑜看我为难的样子, 时效地点了一下我的鼻子, 想什么呢, 只是怕你感冒。 我脸红了红, 小声说道, 哦, 到了家, 顾瑜先找出一套新的毛巾给我, 让我去冲个热水澡。 我这里没人来过, 你等下洗碗澡, 将就一下换上吧, 是干净的。 我红着脸接过来, 是他的一套运动妆。 快去洗澡, 小心别着凉了。 等我洗完澡出来, 顾瑜正在厨房里忙碌。 你在干嘛? 顾瑜文言侧过头, 目光落在我的身上。 我有些凶难地低下了头, 他的衣服我穿着, 简直就是家大号。 顾瑜走过来, 拿起我手里的毛巾, 温柔地擦拭着我的头发, 给你做了碗面条, 马上就好, 乖, 快去把头发吹干。 我点点头, 走到洗漱台边开始吹头发。 头发快吹干的时候, 顾瑜来到了身后, 接过我手里的吹风机, 继续给我吹剩下的。 我看着镜子中, 顾瑜温柔专注的样子, 一阵心动。 吹完后, 我准备转身, 但下一秒, 顾瑜从背后抱了住我。 整个人被圈进她温暖的怀中, 她的呼吸悉数洒在我的脖梗上, 烫得我一阵站立, 耳畔传来她低雅的声音, 性感地一塌糊涂, 果然好软, 脸好软, 腰也好软。 此刻的氛围过于疑你, 我舌头打结, 说话磕磕巴巴, 顾瑜, 你, 你在说什么? 你说的, 你是软妹子。 顾瑜的声音已经哑得不像话, 我猛然想起, 那天晚上, 我跟苏欣打电话说的那句, 我一清纯靓丽的软妹子, 难道我听到的脚步声? 那天晚上, 在, 在我后面从实验室出来的, 是你吗? 嗯, 顾瑜微微叹息, 然后温热的唇瓣含住了我的耳间, 轻轻, 顾瑜的动作让我大脑直接当机, 我彻底瘫软, 只能紧紧依靠于他。 脸颊变得滚烫, 我垂着头双眼紧闭, 心跳得仿佛完全失去了控制。 顾瑜扶住我的肩膀, 转过身来, 他的吻铺天盖地落了下来。 我被他吻得快要喘不过气, 胸口剧烈起伏, 不知过了多久, 他的唇终于离开, 下巴抵在我的额头上, 平复气息。 抱歉, 一时情难自尽, 声音还带着沙哑。 我羞得完全不敢睁眼, 到现在还是猛的, 顾瑜用手指轻轻碰了碰我的脸, 你再不睁眼, 我又要亲了。 我下得赶紧睁开, 顾瑜看到我这个样子, 低声笑了, 我们轻轻真是可爱。 被他说得不好意思, 我轻垂了他一下, 却想起他刚才说的话, 忍不住问道, 这么说来, 我们第一次遇见是那天晚上。 顾瑜微微焊手, 算是吧, 准确地说是我遇见了你, 而你并没有注意到我。 原来我们的交集从那晚就开始了。 突然, 我脑海里闪过一个想法, 那, 你不会那个时候就喜欢我了吧? 顾瑜神色有些许不自然, 好了, 快去吃面, 都要糊了。 心下了然, 看来我猜得没错, 心里瞬间甜蜜无比。 我往餐厅走去, 却发现顾瑜一动不动, 怎么了? 你不一起吃吗? 可, 顾瑜摆摆手, 你先去吃, 我等一下就来。 随后关门进了浴室, 我好像意识到了什么一样, 赶紧逃离了现场。 早上起来的时候, 雨已经停了。 昨晚雨势较大, 我没有回去, 我睡顾瑜的床, 她睡沙发。 吃完早餐, 顾瑜送我回学校, 如往常一样停在转角处, 但我定定地看着她, 以后送我到宿舍楼下吧。 顾瑜牵起唇角, 似乎早已料到一般, 遵命。 到宿舍楼下, 顾瑜侧身将我的安全带解开, 还亲了一下我的额头。 我一想到这是在学校里, 脸不争气得又红了。 下车后站在原地目送她离开, 我转身准备上楼, 竟意外地看到了沈时初。 她的脸色有些惨白, 眼里布满了红血丝, 衣服看起来皱皱巴巴, 完全没有平日干净清爽的样子。 念清, 沈时初朝我走来, 声音嘶哑。 我惊讶得看着她, 他们学校距离我这里一千多公里。 你怎么会在这里? 沈时初紧紧握住我的肩膀, 急急地说道, 我, 我来找你的, 我昨晚过来的, 一直在楼下等你, 但怎么也联系不上你。 我还没从震惊中回过神来, 沈时初又焦急地问, 念清, 刚刚那是你男朋友吗? 他为什么早晨送你回来? 昨晚你们在一起吗? 我想挣脱他的桎, 却怎么也挣不开。 是的, 他是我男朋友, 我们昨晚在一起。 沈时初听了, 我在我肩膀的力度骤然松懈, 但下一秒又再次收紧。 念清, 你跟他分手好不好? 我喜欢你。 我仿佛听到了惊天笑话一样, 不敢置信。 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 沈时初, 你别忘了你是有女朋友的人, 他叫苏欣。 沈时初的眼神牢牢锁住我, 连忙开口, 我会跟他分手的, 我马上就跟他分手。 我简直被他气笑了。 如果我没记错, 前天晚上你才和苏欣一起过夜, 真是疯了。 不是的, 念清, 你误会了。 沈时初慌乱地解释, 那晚我们是在外面, 但我们什么都没有发生, 够了, 我对你们之间的是没兴趣。 我用力推开它, 要封你自己封吧, 我没时间奉陪。 说完我跑回了宿舍, 拿出手机一看, 不知什么时候煤电自动关机了。 我插上充电器, 发现手机上有很多通未接来电, 还有微信上收到一大堆信息, 几乎都是来自沈时初, 时间显示是昨晚。 念清, 你在哪里? 念清, 我到你们学校了。 我在你宿舍下面, 我想见你一面, 但有一条, 是苏欣今早发过来的, 他是不是过来找你了? 这两人真有意思, 一大早来折腾我。 是的, 我今早看到他了, 但已经让他走了。 苏欣没有再发信息过来, 我想起早晨审时初的状态, 看起来不太好。 昨晚下了一夜的雨, 他不会真的在这里等了我一个晚上吧? 出于多年的情意, 想了想, 我还是给沈时初发了条信息, 今天早晨的话, 我就当没听过, 你回去吧, 不要让你爸妈还有苏欣他们担心。 跟顾瑜在一起后, 或许是太幸福, 连时间都变快了, 转眼就来到暑假。 顾瑜送我去高铁站, 揉了揉我的脸颊, 揉声哄我, 乖, 等我忙完这阵, 就过来看你。 我知道他一直都很忙, 回国后他和以前的同门好友, 创立了一家科技公司, 目前开始逐步走上正轨。 那好吧, 我进去了。 我不舍得跟他道别, 到家后, 第一时间给顾瑜发了信息, 他立刻回复, 让我好好休息。 放下手机, 心里有一种饱满的充实感, 又有伴随着一种患得患失。 原来这就是爱情啊, 让人在幸福与失落之间反复徘徊。 念青, 出来吃饭了。 我妈敲了敲我的房门, 来到客厅准备吃饭, 却看到沈时初也在。 上次他来我们学校, 那几天他父母联系不上他, 也不知道他去了哪里, 急得够呛, 直到后面沈时初回电话, 说是自己出去玩了几天。 这些都是我妈告诉我的, 看来他们都不知道, 沈时初是去找我了。 不过得知他平安回了学校, 我也就安心了, 至少我不希望他因为我而出什么事。 阿姨喊我过来一起吃饭, 沈时初看着我, 小心翼翼地解释。 是我把小时喊过来的, 他爸妈今天不在家。 我妈一边说着, 一边给他夹菜, 别客气, 在阿姨家就跟自己家一样。 我没说话, 安静地吃起了饭, 但余光撇到, 沈时初的眼神全程都放在我身上。 这种感觉让我很不自在, 我匆忙吃完饭, 就回了房间。 在家里, 我每天除了看树追剧, 跟固于聊天, 也没什么其他事。 沈时初有意无意地往我家跑, 但我每次都装作不知道, 尽量避开他。 这天, 我收到了苏星发来的微信, 你在家吗? 有空出来见个面吗? 自从那次沈时初跑来找我后, 我们之间就陷入一种诡异的沉默, 再没有联系过。 所以看到这条消息, 我着实有点意外, 但我还是答应了他。 我和苏星依旧约在了上次那家甜品店, 不同的是, 这次只有我们两个人。 苏星看到我, 微微扯了扯嘴角, 你来了? 我点点头, 算是打了个招呼。 坐下之后, 我们俩都没有开口说话, 一时间气氛有点微妙。 我们分手了。 过了一会儿, 苏星尖色地开口了。 我抬眸看向他, 有点意外。 那次他从你那里回来后, 就跟我提了分手。 我觉得还是得替自己说清楚, 这个我真不知道, 我后面也没跟他联系过。 苏星凝视着桌上的甜点, 似乎想起了什么, 惨淡地一笑。 我知道, 其实他喜欢的一直是你, 只是他没发现而已, 才让我有了机会。 我满脸震惊地看着他, 你在说什么? 苏星抬起头来, 眼神却慢慢黯淡下去, 你没有听错, 虽然我也不想承认, 但他就是喜欢你。 我一个人走在回家的路上, 耳边却不断回想苏星刚刚说的话。 那次我们在外面一起过夜, 其实什么都没有发生。 寒假见面后, 我明显感觉到时初对我冷淡了, 我害怕他会跟我分手, 所以才打电话故意让你误会。 我了解你的性格, 只要让你误以为我们在一起了, 你肯定不会再接受他了。 在大学里, 我们在一起的时候, 他总是会问我你的近况。 其实, 当初是我跟时初表白的, 我从看到他的第一眼起, 就喜欢上了他。 我以为时间一久, 我总会代替他心中你的位置, 但我发现我错了。 我叹了一口气, 又想起离开甜品店前的场景。 念青, 我只是想要守护我的爱情, 我不甘心。 苏心神色痛苦地看着我。 我苦笑, 你不甘心就可以试探我, 伤害我吗? 我一直把你当成我最好的朋友。 他的表情一致, 小声喃喃道, 对不起。 我没说话, 喝了一口柠檬水, 想笑话下他说的话。 所以, 你知道我那个时候喜欢沈时初。 苏心眼神闪躲, 微不可见地点点头。 虽然已经猜到了结果, 但真的得到证实时, 我还是难受了。 那你现在, 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些? 他伸出手紧紧握住了我, 我已经失去了爱情, 不想再失去友情了。 念青, 你能原谅我吗? 我沉默了会, 然后看着他的眼睛, 一字一句地说道, 我理解你为了爱情使用的伎俩, 但我无法接受, 我的好朋友把这些用在我的身上。 既然你了解我, 就应该知道, 我从未想过, 也不会介入你们。 抽出自己的手, 不再多看他一眼, 起身离开。 到了家里, 我坐在沙发一动不动, 回想起高中时代的我们。 谁能想到, 我们三个人之间的关系, 最后竟会变成这样。 嗡, 顾瑜打电话来了。 喂, 我想我的声音听起来, 肯定有气无力。 果然, 顾瑜问道, 怎么了? 心情好像不是很好。 我闷闷地回答他, 嗯, 那就什么都不要想, 早点睡觉, 睡一觉起来, 心情就会好了。 顾瑜温和的嗓音, 有种抚慰人心的力量。 好, 我答应了他, 随口又问道, 你在干什么? 念青。 顾瑜又叫了我的名字。 嗯, 叫我干嘛? 呵, 顾瑜的笑声, 从电话那边传过来。 我突然反应过来, 耳朵有些微微发烫。 从来不知道, 我的名字, 还能被叫出 这么温柔浅犬的含义。 不跟你说了, 又逗我。 挂了电话后, 心情好了不少。 因为白天的事, 我心烦意乱到 很晚才睡着, 第二天早晨醒来时, 已经九点多了。 我伸了个懒腰, 习惯性地先拿起手机, 却看到顾瑜发来的信息, 醒了给我回个电话, 我到你家楼下了。 我一个机灵, 瞬间清醒了, 跑到窗边一看, 果然看到了他的车。 我赶紧跑下楼, 透过车窗看到他正闭眼休息, 鼻子酸酸地, 不忍心叫醒他。 顾瑜的手机震动了一下, 他醒了过来, 看到我在车外赶忙下来, 你站了多久, 怎么也不叫醒我。 我没说话, 默默上前抱住了他, 怎么了, 还在不高兴? 我摇了摇头, 深深嗅着他身上的气息, 你连夜过来的吗? 顾瑜揽住我, 轻轻摸拍了拍我的背, 嗯, 事情都忙得差不多了, 本想今天过来, 但你昨晚情绪很低落, 我就忍不住提前出发了。 我心疼地看着他眼睫下的青涩, 很累吧? 顾瑜注视着我, 满眼都是温柔, 不累。 好了, 我给叔叔阿姨买了些东西, 丑女婿也该让他们见见了。 我被顾瑜逗笑了, 带他回到家里。 之前, 我跟父母提过顾瑜, 今天是他们第一次见面。 我爸单独把顾瑜叫到书房里, 过了一会出来, 我好奇地问他都说了什么, 但顾瑜只是神秘地笑了笑, 反正老丈人已经搞定了。 我脸一红, 谁是你老丈人呢? 我妈特意准备了一大桌饭菜, 就在我们准备吃饭时, 突然门铃响了。 走过去开门, 发现是沈石出, 她手上拿着东西。 这是我妈让我送过来的, 给阿姨沈石出的话顿住了, 她看到了坐在餐桌旁的顾瑜。 哦, 谢谢, 我妈走了过来, 你吃饭没有, 跟我们一起吃点, 今天年轻的男朋友来家里。 沈石出的眼眶有些发红, 死死地攥住手里的袋子。 不, 不用了, 阿姨, 我先走了。 晚上, 我跟顾瑜出来玩, 打算去看最新上映的电影。 离进场还有二十分钟, 我看到旁边有一家奶茶店, 问她要不要喝奶茶。 顾瑜皱了皱眉, 拒绝了, 不要, 我不喜欢喝这些。 那好吧, 我自己喝。 不对, 我想起第一次去实验试见她, 她不是还让我带奶茶了吗? 我犹疑地看着她, 那你之前还要我请你喝奶茶。 顾瑜显然知道我在说什么, 她笑了笑, 手指轻轻点了点我的额头, 无奈又宠溺。 小笨蛋, 你在这等着吧, 我去买。 我恍然明白过来, 站在原地傻笑。 成年轻, 听到有人叫我, 顺着声音转过头去, 看到一个男生站在我的右边, 一脸惊喜的表情。 真的是你呀, 我还以为看错了。 我微微一愣, 随后想起来, 她是我高中的同学, 王子毅。 说起来, 高中三年, 我与她并无交集, 但高考完的那个晚上, 她竟然当众向我表白了。 当时的我一心想着沈时初, 拒绝了她。 后来我出来目睹了沈时初与苏星接吻, 无心继续待下去, 就跟大家告别先离开。 王子毅看到我失魂落魄的样子, 坚持要送我回家。 你放心, 我没有别的意思, 把你安全送到家, 我就走。 可以说, 在那个我觉得被全世界抛弃的夜晚, 是她给了我一丝慰藉。 我朝她礼貌一笑, 你好啊, 王子毅同学, 好久不见。 是好久不见了, 你一个人吗? 我指了指奶茶店的方向, 不是, 跟我男朋友一起来看电影。 她一副好像懂了的样子, 你跟沈时初在一起了吧? 她那时下手可真不清啊。 我有些莫名其妙。 啊, 你在说什么? 王子一睁大眼睛看着我, 情绪有点激动, 你不知道吗? 去年晚上, 我送完你回家, 返回KTV的半路上, 遇到了沈时初, 这家伙看到我, 直接冲上来朝我打了一拳。 我们扭打在一起, 他问我都对你做了什么? 我就明白了, 知道你拒绝了我, 他才平静下来。 我想起来, 怪不得那次填志愿时, 沈时初脸上有淡淡的于青。 原来是这样。 顾瑜拿着奶茶走了过来, 王子一疑惑地看着他, 你们, 我尴尬地笑了笑, 给他们互相介绍, 这是我的男朋友, 顾瑜, 这是我高中同学, 王子一。 顾瑜冲他打了个招呼, 你好。 王子一也意识到自己误会了, 不好意思地挠挠头, 客套了两句就走了。 顾瑜把奶茶递给我, 看我有若有所思的样子, 怎么了? 我摇了摇头, 电影差不多该进场了, 没什么, 刚刚想起来一点事, 不过已经不重要了。 顾瑜因为公司还有事, 待了几天就回去了, 说开学再来接我。 送走顾瑜后, 沈时初来家里找我了, 语气带着浓浓的祈求意味, 我们可以聊聊吗? 我下意识想拒绝, 明明是他们之间的事, 为什么一个两个都想找我聊? 但看到他这个样子, 完全没有了以往的意气风发, 我还是点了点头。 坐在客厅里, 沈时初双眸紧紧盯着我, 他, 他对你好吗? 他对我很好, 我也很爱他。 沈时初闻言, 表情一僵, 沉默两久后, 他缓缓开口, 我以为, 我只是习惯了你在我的身边, 如果我能早点认清自己的心, 该有多好。 我淡淡地移开了目光, 没有说话。 念青, 我一直在想, 如果我没有跟苏欣在一起, 你是不是就会跟我一起读, 那我们是不是就不会变成这样? 沈时初急切地问道, 像是渴望得到认同。 不会。 他的话音刚落, 我立刻开口。 C大是我的梦想, 跟你和苏欣在不在一起, 没有任何关系。 我顿了顿, 眼神坚定地看着他, 沈时初, 我以前是喜欢过你, 但我从没想过, 要为了你放弃自己的追求, 我理解的爱是彼此鼓励, 互相成就, 但可惜, 你根本不懂我。 沈时初神情正住, 半天才嫩嫩地说道, 我懂了, 对不起。 随后又看向我, 眼里带着一丝微弱的息迹。 念青, 我们真的不可能了吗? 我摇了摇头, 态度坚决, 沈时初, 我们不可能了。 随后, 我看到沈时初眼里那丝光亮, 在下一秒, 彻底消失殆尽。 时间过得很快, 我已经大肆了, 这天接到王教授的电话。 我来到行政大楼办公室, 王教授看到我, 非常高兴。 念青, 院里有一个公派 去美国留学的名额, 你是我们院里最优秀的学生, 我们准备推荐你去, 想征求下你的意见。 听到这个消息, 我喜不自胜, 谢谢教授, 请问需要到国外学习几年? 三年。 要三年呢? 我想起了顾瑜, 心里有点犹豫。 王教授见我面露难色, 开口说道, 机会难得, 我还是建议你不要放弃, 回去好好跟家里商量一下吧。 嗯嗯, 谢谢王教授关心。 我出来后, 直接去了顾瑜家里找他。 这三年来, 他的公司发展得很快, 他也不需要像以前那样, 天天待在公司了。 怎么了? 一脸纠结的表情。 顾瑜见我来了后一直不说话, 放下电脑走到我身边。 我双手交握, 想开口却又不知道怎么说, 轻轻咬住了下嘴唇。 顾瑜看到我这扭捏的样子, 不由得失笑, 你不说, 那我就来猜一猜, 是不是院里准备派你出国留学? 我一脸惊奇地问他, 你怎么知道? 顾瑜捏了捏我的脸, 我什么不知道啊, 不要忘了我可是你师兄。 我反应过来, 他当年也是被院里保送到国外。 顾瑜一改调侃的语气, 认真的看着我, 那你是怎么想的呢? 你想不想去? 我犹豫了一下, 还是实话实说了, 我想去, 但是,但是怕我不愿意。 我垂下眼眸, 没有婴声。 怎么会呢? 顾瑜轻叹了一声, 摸了摸我的头, 你还小, 应该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去探索你想了解的一切。 我压抑地看着他, 没想到他这么赞成我出国学习。 可是, 我们这三年要一国, 我想你了怎么办? 顾瑜笑了笑, 仿佛我在问一个很傻的问题, 那还不简单, 我来看你啊。 我的眼眶有些发热, 投入到他的怀抱中。 顾瑜轻轻揽住我, 语气温柔, 你尽管去做你热爱的事情。 我爱的是任何时候, 都会勇敢追求自己梦想的成年轻。 听到顾瑜的话, 我的心软得不像话, 主动凑上去, 亲了他。 没想到顾瑜立刻反客为主, 抱着我加深了这个吻。 本以为和往常一样, 只是浅尝辙止, 但顾瑜的攻势逐渐热烈, 身体的温度慢慢变得滚烫。 嗯, 我招架不住, 急促地喘息着, 不受控制地溢出了声。 或许是这声音刺激了顾瑜, 他开始不满足于唇齿间的纠缠, 唇舌沿着我的下颚蔓延而下, 细细密密地亲吻着我的脖子, 手也不老实地摸向了我的腰间。 顾瑜, 我心里无比慌乱, 紧张地叫他。 顾瑜的动作停住了, 头埋在我的脖肩, 微微喘息。 抱歉, 吓到你了。 他艰难地起身, 声音还有些沙哑。 看着他难受的样子, 我鼓起勇气伸手拉住了他。 顾瑜眼里的预色还没有散去, 轻轻, 松开。 我摇了摇头, 不要。 顾瑜深吸了一口气, 眼神紧紧盯着我, 一刻也没有离开, 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吗? 我抚上他的脸, 小声说道, 我知道, 我愿意的, 顾瑜, 话还没说完, 顾瑜的吻再次重重地落了下来。 轻轻, 我爱你, 我也爱你。 正文完结, 翻外顾瑜篇, 轻轻一直以为, 那晚在实验室, 是我们第一次遇见。 他不知道的是, 其实我比他以为的, 还要更早认识他。 那是回国前三个月的某一天, 我接到了王教授的电话, 他是我在国内读大学时的恩师。 我至今还记得, 那天马萨珠塞州的早晨, 阳光明媚, 天气格外舒服。 在电话中, 他对一个叫成年轻的女孩赞赏有加。 小鱼, 我又遇到了一个跟你一样的学生, 是个小姑娘, 很有天赋。 那是我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 我取下眼镜, 揉了揉太阳穴, 将视线投向窗外。 彻夜完成了一篇调研论文, 此刻我的眼睛有些酸涩。 恭喜王教授, 您又发掘了一个人才。 王教授哈哈大笑, 我记得你也快要回来了吧? 以后有机会, 我介绍你们认识一下, 让他多向你学习。 那时的我, 只是谦虚地感谢恩师的谬赞, 哪曾想到, 此后我的人生, 会因为这个叫成年轻的女孩, 变得饱满, 滚烫, 而又深刻。 我依依稀别往日的导师, 和研究所的朋友们, 史密斯走过来, 用力地给了我一个拥抱, 她是我在这三年的搭档。 嘿, 故, 我不明白你为什么非要回去, 明明你在这里能有更好的发展, 但我还是祝福你。 我微笑着点了点头, 感谢她的祝福。 她似乎突然想起了什么, 一脸坏笑, 以后找了女朋友, 一定要告诉我, 我会很好奇的。 我哑然失笑。 在美国这三年, 我几乎一心扑在研究上, 在她眼里, 我与周围热情开放的环境格格不入, 她常常对我感到不可思议, 甚至怀疑我的取向, 对此我只是一笑而过。 我从未排斥恋爱, 只是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遇到让我动心的人。 我也很好奇, 或许是专业的原因, 让我习惯了任何事情量化分析, 爱情这种无法用公式理性计算的东西, 莫非已经精准地避开了我。 直到我回国, 遇到了成年轻。 王教授要去国外两个月, 他不在的期间里, 希望我能帮忙待客。 我欣然应允。 为了做好准备, 熟悉好环境, 那天下午, 我提前去了一趟实验室。 我又重新回到了这个三年前, 学习和生活过的地方。 经过实验室的时候, 视线无意中往里面扫了一眼, 看到了一个女生。 如果我没记错, 今天下午是没有安排课程的。 顿了顿脚步, 我看到她的神情, 是如此的专注, 脸上还微微带着笑意。 没有打扰她, 我走进了她隔壁的实验室。 那天我待到很晚, 等我听到隔壁的关门声响起, 一看时间, 发现将近十点了。 我起身收拾一下准备走, 突然有手机铃声响起。 不是我的, 因为我听到了一个清脆的女生, 此时整栋楼都很安静。 难道是下午的那个女生, 她也到现在才离开? 我走出实验室, 再次路过隔壁的时候, 在门口捡到了一张卡, 上面写着, 成念青。 我心里微微一动, 是她。 随后把卡收了起来。 第二天上午, 我又来到实验室, 再次看见了她, 正在着急地翻找门卡。 帮她开门以后, 我试探性地叫了她的名字, 果然, 她就是成念青。 她以为我是高年级的学长。 很奇异的, 在她走过来, 她叫我学长的时候, 我的心里产生了一种 从未有过的感觉。 我迫切地想认识她, 于是借口提出 要加她的微信。 这还是我第一次 主动加女生, 心里其实有点紧张, 害怕她会拒绝我。 下午上课, 这应该算是 我们正式见面了, 她看到我的表情很惊讶, 以至于连上课 都没怎么好好听, 看起来有点不安。 到了晚上, 她发信息给我道歉了。 我告诉她没事, 但又忍不住 起了逗她的心思, 提醒她 还欠我一顿饭。 她迟迟没有回复, 我才意识到 我现在是她的老师, 贸然提到吃饭, 她肯定会不知所措。 可我不想错失 一次能跟她接触的机会, 于是我赶紧改变主意, 让她给我买杯奶茶。 等她把奶茶 送到实验室的时候, 已经是晚上九点了。 她的脸有点红, 额头有细小的汗珠, 估计是急急忙忙过来的。 我问她 为什么会学物理专业, 我看到她回答时 眼睛里的光芒, 我知道 她是真的热爱。 那种光芒让我动心。 晚上我提着奶茶回家, 其实我从不喜欢 这些甜腻的东西, 但这杯奶茶 我喝完了。 嗯, 味道好像还不错。 第二天下午的课上, 我注意到她打了好几个喷嚏, 不禁有些懊恼, 后悔昨晚让她来实验室。 下了课, 我第一件事 就是去买感冒药, 送到他们宿舍阿姨那里, 希望她能快点好起来。 两个月的时间不长, 但足够让我认识她了。 越是了解她, 就越对她动心。 她似乎不知道 她有多耀眼。 她的聪明灵动, 她上课时的认真专注, 她对专业的赤诚与热爱, 无疑不再深深吸引着我。 我站在讲台上, 也多次看到有男生 偷偷地瞟向她的位置。 庆幸的是, 她似乎对此并没有察觉, 这让我暗自松了一口气。 我开始无比期盼, 这两个月快点过去。 这样, 我就不再是她的老师。 终于等到期末了, 我原本想送她去车站的, 但正好在外地出差, 等我赶回来时, 她已经到家了。 我没忍住, 给她打了个电话。 之前我们的关系 需要保持一定的距离, 但从此时此刻开始, 我们的身份是平等的, 我想追求她。 她如此聪慧, 应该会明白我的心意吧。 可她的反应, 却让我开始不自信了。 我给她发信息, 能明显感觉到她并不排斥, 甚至很乐意聊天, 但好几次, 我还是敏锐地察觉到, 她的刻意回避与保留。 我不禁反省, 是不是自己哪里做得不好? 开学前夕, 我去车站接她, 在车上她通红着小脸, 带着一种凯然的决心, 问我是不是在追她, 我立马抓住机会 跟她表明心意。 我看到她红着脸低下了头, 嘴里小声嘀咕了一句, 我只是怕自己又自作多情。 感谢我灵敏的听力和分析能力, 让我精准地抓住了她话中的那个又字。 是谁让她自作多情过吗? 她是怕自己再次误会吗? 不论过去如何, 我都感谢她, 因为这样我才能有幸遇到眼前这个女孩。 在明确知道她不反感我后, 我才彻底放下心来。 周末, 我带她去了天文馆。 我一直都记得, 她说过的星辰大海, 我想带她去看一看。 我也希望, 她看了浩瀚的太空后, 不要再为不开心的事而烦恼。 但我没想到的是, 她竟然答应做我女朋友了。 那一刻, 我的心跳已从未有过的速度跳动着, 甚至让我怀疑这是不是我的幻听。 我终于反应过来, 笑意在我的脸上止不住。 缓缓走过去抱住了她, 我向此刻的心跳启示, 此后一定要给怀里的女孩, 我所有独一无二的偏爱。 暑假的时候, 我去了青青家里, 她爸爸把我叫进了书房。 小鱼, 你确实很优秀, 但是念青现在还在读书。 她略带担忧地看着我。 我礼貌地笑了笑, 向她郑重地说道, 伯父, 我和您想的是一样的, 青青还小, 读书才是她目前最重要的事。 至于以后, 我也完全尊重和支持任何她想做的事。 好, 那我就放心了。 我最初因为她的光芒而被吸引, 至此深深地爱上了她, 又怎会舍得让她为了我, 而掩去她的光芒。 她本就该耀眼而又自信地, 去追求她想要的一切。 嗡, 我拿起手机, 按下接听。 顾先生, 您好, 我们是明月珠宝。 您于三个月前定制的钻戒, 现已制作完成, 我们正在安排专人送至您的家中。 好, 谢谢。 挂断了电话, 手指又画到我和青青的聊天记录。 是两天前, 她发的一条语音, 声音清脆喜悦。 阿渝, 我16号的飞机回国, 我好开心啊, 终于要回来了。 半年前, 我亲自设计了求婚钻戒, 就是希望她回来的时候, 能给她一个惊喜。 今天已经是16号, 我抬手看了看时间, 已经差不多了。 起身换套衣服, 准备去机场接我的女孩回家。 我知道, 此后余生, 我们再也不会离开彼此身边。 番外审时出片, 我和念青从小一起长大, 我们两家是邻居。 小时候, 我的父母就对我说, 念青是妹妹, 你要多让着她。 念青长得非常可爱, 她的眼睛亮晶晶的, 每次看到我, 都会笑成一道弯月, 声音脆脆地叫着石出哥哥, 石出哥哥。 我也是从心底里, 把她当成妹妹一样疼。 有一次, 她在我家玩, 把我的玩具摔坏了, 我气得三天没理她。 其实, 我不是生气玩具坏了, 我是生气她, 怎么这么不小心, 把手划伤了。 看到她痛得撅嘴, 要哭的样子, 我心疼得不行。 不知道什么时候起, 记忆中那个可爱的小女孩长大了, 已经出落得亭亭玉丽, 俏皮甜美。 我突然发现, 她已经很久没叫我石出哥哥了。 那天回家路上, 我故意逗她, 你怎么不叫我哥哥了? 她像是被我问住一般, 表情有点不自然, 转过头去撇撇嘴, 我才不叫了, 你算我哪门子的哥哥? 我跟以前一样, 想伸手去揉她的头发。 她却赶紧跳开了, 脸颊还带着两片红韵, 气鼓鼓地控诉道, 以后不准再碰我的头发了, 每次都被你搞得乱糟糟。 我看到她的反应笑了, 从此以后, 也慢慢习惯了她在我身边, 天天审时出, 审时出地念叨。 高一, 我们搬转进来一个女孩子, 叫苏欣, 人长得很漂亮, 但是理科成绩不太好。 我会知道这些, 是因为她和念青是同桌, 两人的关系很要好。 那天晚上, 我站在教室外面等念青一起回家, 是苏欣仙出来。 她有些不敢看我, 小声地说了一句, 念青在收拾东西, 马上就好了。 我淡淡地呃了一句。 临近考试, 念青突然发烧了, 我原本想送她回家, 但她却要我帮苏欣补课。 她责任心重, 我拗不过她, 只能答应了。 高二分科后, 苏欣去了文科班。 那天中午, 我在食堂吃饭的时候, 苏欣坐到了我旁边, 沈同学, 你等一下有时间吗? 我有个题目想了好久也没明白, 可以帮我讲讲吗? 她跟念青是好朋友, 如果我拒绝, 那她是不是会去麻烦念青? 这么一想, 我答应了她。 到教室后, 我给她讲了那道题, 苏欣恍然大悟, 你好厉害呀, 你一说我就懂了。 念青成绩那么好, 你是不是也经常给她讲题? 我想起念青读书的样子, 总是那么认真, 不由地笑了笑。 没有, 念青她很聪明, 成绩也很好, 不需要我讲这些。 你们都好厉害, 我好佩服。 我看到苏欣的眼里, 充满了崇拜。 我正了正, 是啊, 念青她很优秀, 优秀到好像什么都可以自己解决。 而苏欣此刻的眼神, 莫名让我有一种被需要的感觉。 这种感觉让我的心情有点微妙。 于是当她问我, 以后有问题还可不可以找我时, 看着她眼里的期待, 鬼使神差的, 我点了点头。 高考完的晚上, 大概是终于解放了, 我有些放肆, 喝了点酒。 苏欣给我打了电话, 说了一个包间号, 让我去一趟。 在包间里, 她向我表白了, 其实我早就知道她喜欢我。 看着她羞涩忐忑的表情, 配合周围嘈杂的环境, 在酒精的作用下, 那种微妙的感觉被无限放大, 我接受了她的表白。 没想到, 她直接点起脚亲了我。 我下意识抱住了她, 本能地接受这个吻。 等再次回到自己搬包箱的时候, 我看到念青还没有来, 但周围的人告诉我, 王子义跟她表白了, 刚刚送她回家。 不知为何, 我的心里窜起一股闷火, 我赶紧出门去找她。 跑到半路的时候, 我碰到了王子义, 我二话不说朝她打了一拳, 我们扭打在一起, 直到路人经过把我们拉开。 听到她亲口说念青拒绝了她时, 我末地松了一口气, 扶着路灯杆坐到了地上。 我把自己的这种反应, 归结为哥哥对妹妹的关心和着急。 很快, 我发现那天晚上后, 我联系不上念青了。 一直到田志院的那天, 我才看到她。 但我万万没想到, 录取结果出来了, 她要去C大。 我不相信, 我们不是说过一起考A大吗? 我第一时间问她, 结果她告诉我是的, 还祝福我和苏欣。 一种前所未有的愤怒击中了我, 我关掉手机不想理她。 第二天, 我就出去旅游去了, 我跟家里说去放松一下, 其实我不想承认, 我是被她气到了。 就这样, 我们好像赌气一样, 谁也没再联系谁。 可在大学里, 我又忍不住, 向苏欣旁击侧敲念青的近况。 那天晚上, 我去苏欣的学校, 却意外听到她和念青在打电话。 苏欣问我要不要说两句, 其实我很想接过来, 我早就不生气了, 但是有别人在场, 我不想我们说话被打扰。 我突然意识到, 原来在我心里, 苏欣始终是外人的存在。 从KTV那晚的环境抽离出来后, 我发现自己并没有多么喜欢她。 对她, 我只是做好男朋友该做的而已, 包括今晚来带她去吃夜宵。 寒假回家, 得知苏欣约念青出来晚, 于是我说陪她一起。 甜品店里, 在将近半年后, 我终于看到了念青。 她瘦了一点, 不知道是不是学习太累, 还是没有好好照顾自己。 我听苏欣说过, 他们专业很辛苦。 当苏欣问她有没有找男朋友的时候, 我的心瞬间提紧了。 是啊, 她这么优秀, 从来身边都不缺欣赏她的人, 大学里优秀的人那么多。 她会不会遇到了喜欢的人。 听到她否定的回答后, 我松了一口气, 内心中有一种庆幸和窃喜。 这种情绪让我有点忘形, 我把甜品切好递给苏欣, 甚至还贴心地帮她把头发捋到了一边, 我习惯了做好我该做的事。 晚上我们分开的时候, 我送苏欣回家, 念青一个人走了。 我开始心不在焉, 走了几步跟苏欣说还有点事, 让她自己回家。 跑到山际糕点, 她下午都没怎么吃东西, 我买了她最喜欢的口味。 急急忙忙赶回去, 看到她一个人在家, 我本想像往常一样进去陪她。 但她低着头, 手握住门把不放开, 我甚至看到了她, 手因为用力握紧而突起的骨结。 她在抗拒我的靠近, 这个认知让我的身体僵在了原地。 也是从这以后, 我开始认真思考起我和苏欣的这段关系。 既然不喜欢她, 那就该早点说清楚。 开学后, 那天我准备去找苏欣谈谈。 但她却开心地对我说, 有一个露营活动, 想让我陪她一块去参加。 看到她期待的样子, 我妥协了, 就当是最后的弥补吧, 陪她参加完这次活动再说。 露营我们只有一个帐篷, 当要睡觉的时候, 苏欣害羞地靠了过来, 我起身说道, 你睡吧, 我就在外面, 害怕随时可以叫我。 那天晚上, 我坐在草地上看星星, 心里却想到了念青。 此时此刻, 她在干嘛呢? 原来, 不知道什么时候起, 念青在我心里, 早已经不是那个小妹妹了。 后半夜困意上来, 我就在草地上躺着睡了会, 等醒来的时候, 已经是早晨了。 苏欣看到我醒了, 脸上带着一丝喜悦。 时初, 刚刚我和念青打电话, 她告诉我她男朋友了。 我不相信, 寒假不是才说没男朋友吗? 丢下苏欣, 我一路赶到机场, 买了最快的航班。 我还没来得及跟她诉说我的心意, 她怎么就有男朋友了呢? 晚上, 我到了她的学校, 我想见见她, 可电话怎么也打不通。 下着雨, 我在宿舍楼下等了一夜, 结果第二天早晨, 看到她从一个男人的车上下来, 她还亲了念青的额头。 这一刻我心如刀脚, 我焦急地向念青表明心意, 我喜欢她, 但她当我发疯, 让我回去。 她不知道的是, 我真的疯了, 我痛苦得快要疯了。 回了学校, 我把自己关在宿舍几天, 不上课不出门, 手机关机, 最后辅导员来找我, 告诉我父母都快急死了, 我才知道, 这些天我过得有多离谱。 不顾苏欣的苦苦挽留, 我跟她提了分手, 随后恢复了正常学习。 但只有我知道, 我的心已经空了。 暑假的时候, 那个男人来念青家里了。 站在门口, 我看到他们其乐融融的样子, 像急了一家人。 曾经, 我也坐在那里过的。 我的心不可抑制地痛了, 手死死地攥紧, 不让自己失态, 慌乱地逃离这个让我痛苦的场景。 等到那个男人走了, 我终于鼓起勇气找到念青, 想跟他聊一聊。 当他告诉我, 他曾经喜欢过我时, 我才明白, 自己到底错过了什么。 他眼神坚定地看着我, 说我们不可能了, 我知道, 最后的西记已破碎了。 念青说我不懂他, 我怎么会不懂呢? 我只是懂得太晚了。 原来, 从来都不是他需要我照顾他, 是我, 离不开他。 丁, 高中同学群里的消息, 是念青发的电子情帖, 他要结婚了。 我点进去, 婚纱照上, 他的笑容依然明媚, 一脸幸福的模样。 大家都在恭喜他。 这时, 苏星发了信息给我, 他婚礼那天, 你会去参加吗? 这些年来, 我们就跟普通同学一样相处, 偶尔会联系。 思考了一会, 我打下一行字, 不去了, 我那天刚好要出差。 念青婚礼的那天, 我又重新回到了高中学校, 只不过一切都已物是人非了。 我沿着我们曾经走过的轨迹, 在心里默默念叨, 青青, 你一定要永远幸福。 好了, 这个故事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观看。